AKS 74U的子弹出速度非常快 比UMP和维克托都快很多 我给你们看一下对比 它仅仅比最强冲锋将P90慢了一点点 所以在实战里 它会给你一种秒人速度特别快的感觉 所以虽然我们经过测试 74U的秒伤对比UMP非常接近 因为二者单发伤害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74U的射速要快一点点 但是出速度的大幅度领先 让74U的秒的爽感 UMP是没办法比的 对面玩多了会推的 准备对面一下就会有5秒了 而且74U由于采用的是556子弹 它的子弹很重 子弹下坠量在冲锋枪里 也是仅次于P90的存在 这里我差一嘴好兄弟们 P90的子弹下坠量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说恐怖点 就这把冲锋枪的下坠量 甚至比一些双区还小 所以P90我N9前就给你们吹 它很猛 真不是我瞎吹 因为它的各项数据实在太超薄了 空头枪最强武器 甚至没有之一好吧 但本期还是多回74U 毕竟P90太阳减到了 所以74U子弹出速度很快 下坠量很小 给你的手感就是很有分量 而且很实在 上了中距离就不像UMP那样 就感觉子弹青鸣炮的样子 它不是的 加上74U就是几乎用的AK的强身 只要你不是加个消音 这个消音的声音 我这听了太不能接受了 不要消音的话 那个手感真的可以说 就是步枪杆的UMP 全新体验啊 但是缺点是什么 就是初始弹下没有扩容的话 74U只有20把子弹 说实话对射速很快的 冲锋降来说真的少 但加上扩容又只是接40发 加上恐怖的换弹速度又挺无解的感觉 而且因为74U用的56子弹 对于它的后座力 你只要压一次中远距离就能感受到 千万别把它当冲锋降压 否则你就会像我像手的异性 刚开始真的不习惯兄弟们 说个很多兄弟都不知道的概念 都打38的情况下 你们肯定知道UMP的后座力更小是吧 但是如果是74U对比M4呢 没错 M4的后座力都比74U小 所以你还敢小看74U这把冲锋降到后座力吗 另外作为556家族的冲锋降 74U的夭射闪步也是比UMP要大的 加上UMP还能加个激光握把 74U的夭射闪步就显得更大了 不过近点夭射更密集 应该是UMP还能玩的最大原因 否则肯定全用74U去了 再说个小缺点 就是556子弹确实要重一些 没有UMP那样省背包空间 最后UMP的机秒我就不多说了 看着我就头疼 74U的机秒我觉得还能接受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喜欢这个机秒的 这把74U很多兄弟问会不会削 我觉得不会 其实强度正很合适 对吧公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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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